以前中秋節就是賞月餅吃月亮嘛 對不對 就賞月餅吃月亮嘛 那後來為什麼中秋節都要烤肉 據說是跟台灣一家醬油廠商有關係 對 就是他們那時候拍了一支廣告 就在中秋節前 就是拚命的打 你要知道當年老三台時代就是 你上廣告幾乎全台灣人都看得到 然後就是帶起那個風氣 我還記得那支廣告就是 畫面一開始就是一堆烤肉 然後那個 他們把烤肉這樣加 送那個刷子 那個刷肉的刷子 然後前面就有一段音樂 啊勒一勒一勒 然後就開始燒開始燒開始燒 好像搞到後來就是中秋節就一定要烤肉 不過現在中秋節烤肉風氣沒有像以前那麼盛的啦 因為現在你燒烤店那麼多 對啊 當你要烤肉的確比較麻煩 因為那時候 我印象中小時候台灣沒有那麼多燒烤店 對 大概最多就是 夜市賣的那個串燒而已 現在大家平常什麼時候要吃燒烤都行啊 所以中秋節 然後也因為烤肉嘛會製造大量的垃圾 所以那時候正牌推了一支廣告 不要讓嫦娥笑我們髒 嘿 嘿嘿嘿